词曲 李宗盛 那个晴朗的夜晚 后遇你的浪漫 难忘的片段 听说炙热的喜欢 可以融解冰场 每天对你说晚安 如果你也习惯 也喜欢你的眼眸 算月都温柔 风尽头在你身后 牵着你的手 慢慢走 如果可以 穿梭这个宇宙 陪你在你跑 迈有这颗星球 我愿意为你守候 怀念着时空 到白头 你的温柔 像彩了星航 在左右 如果可以 借下爱你星球 在整个宇宙和你写好 家围 杉姐 江南那边答应了 素素不错啊 都是主编您教导有放 行了 别拍马屁了 约什么时候了吗 夜底 今天下班之前 务必把采访稿件整理出来 我要提前确认 不用那么着急吧 这还有好多天哪 以后您一周三十篇稿 也得按时完成任务 没什么事干活去吧 清白痞子 你不叫我写五十篇 看什么看啊 和你姐一样 就知道会逼我 可 可清怎么看起来脸色不太好 你怎么又来了 我这不是关心你们的工作吗 别打着这种旗号耽误我们工作 就耽误一小会儿 她刚才提我了吗 没有 不可能吧 包人没告诉她是我帮的吗 朱林峰我还约了人 我没有时间了我不想跟你磨叽了 没道理啊 我住进来就是个错误 给 等等 我写了首新歌 你来听听 我才不要听呢 还是我喜欢我的歌呢 这可是我这么多年来出的第一首歌 我帮你来听听 我说你不懂的 我帮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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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手敲开我假装的高 这感觉不太妙 我的心 烈花蓬肉的燃烧 是不是你放了 喜欢做调料 每一天因为你 变得美妙 我喜欢喝了 几吃的味道 想靠近你 不为你 甜足刚刚好 可以偷偷在 可乐你发展 我想要做你 永远的依靠 不好听吗 好听 实在是太感人了 这 这也不是感人的歌呀 这首歌是写给我的吗 不不不 怎么会呢 许多成 别想太多了 现在你要做的 就是珍惜这最后 和江南在一起的时光 还有好好赚钱 让父母晚年有所依靠 最好还能完成 自己的幸福 list 但是 这首歌真的很像是写给我的 许多成 许多成 花篇 今早晴行有客 早餐自便 你现在心里终于用我了 不好意思 连着 我路上堵车了 没事 学生还没来呢 不过有个人已经等你很久了 你们先聊吧 我先进去了啊 是你找我啊 打电话给你又不接 我只能来这儿等你了 我刚在车上没有看手机 不是说了以后要少见面吗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吗 你是真打算以后不理我了 我是觉得呀 我们少见面会比较的好 这要是再被拍到了 我可不负责啊 原来是真打算不理我了 好吧 可惜了林瑶英 林瑶英 你什么意思啊 林瑶英钢琴独奏音乐会 我怎么不知道啊 这是内部慈善演出 你当然不知道了 我看你朋友圈 分享过她的曲目 就拿了这张票 怎么样 想去吗 当然想去了 她跟江南呢 可是我的V2偶像 你用得着这么扎心吗 对不住啊 我不是故意的 这个票价多少钱 我给你 都说了这是慈善演出 没有票价的 不过刚有人说呢 以后还是不要见面的话 此时我的心里面很疏伤啊 我可以收回吗 徐多长 你很没有原则啊 我都是一个被命运卡住后脖颈的人啊 原则有那么重要吗 也对 那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你们怎么都这么爱讲条件啊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啊 反正多你一个也不多 说吧 你不可以再说 不见面的话 也不可以再突然消失 就这样 就这样 没问题 成交 好 老江 你这首可乐肌翅 可比你的手艺强多了 真挺好听的 天天就这道屁 走走走走 我夸你的听不出来啊 你看这首歌已经成型了 是不是得着梦着梦发布的事儿了 你们打算计算在哪儿发 之前咱们的歌都在唱片公司发 但是现在很多音乐人啊 都是通过酷狗新药计划上发歌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上面的版权激励特别高 而且流量扶持特别给力 如果说咱们这首歌 通过酷狗新药计划上发的话 肯定特别爆 我觉得可以 但具体的怎么操作 你看我研究了一下啊 咱们点开这个酷狗应用程式 你在这个应用程式上 入住成为酷狗的音乐人 就可以直接在这个酷狗新药计划上 自助发布新歌 而且粉丝可以查看你的歌手页 并且你可以跟粉丝互动 而且你每首歌的播放数据 版税收入一清二楚 可以啊 包大人 你这经纪人的厌务能力 中国第一 晚上喝一杯钱 庆祝你神游已久的灵感回归 不喝了 我要回家吃饭 大哥 你太扫兴了 许多城的饭什么时候不能吃啊 我现在每天最重要的 就是把饭吃好 拜拜了 您 拜拜 拜拜 你怎么不开灯呀 吃饭了吗 饿着肚子等你呢 等我 我今天有个学生 他来晚了 我说过了 这种特殊情况 要提前跟我报备 这个也要报备呀 当然了 这可是关系这饿肚子的大事 你可以点外卖呀 吃不惯 那没有我的时候 你怎么吃得惯的 那能一样吗 那又不是你做的 那我去给你弄点简单的 那我去给你弄点简单的 别忘记了 还跟展芝林约见面 都告诉你来展芝林别有用心 你怎么就不信呢 气死我 你去哪儿啊 放马上就好了 饱了 好奇怪啊 男人也这么善变吗 我去哪儿啊 我就是不想浪费粮食 饿了还嘴硬 慢点吃 别烫着 你明天去老老院是不是 我跟你一起 好 好 那个 我明晚有点事 我想请个假 好 知道了 没了 你不问问我去哪儿 你不是都说了吗 你明天晚上有事 行吧 早点回来 嗯 彩音今天的精神还不错 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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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呀 我没事 不用管我 肚子疼 胃痛 是不是吃坏肚子了呀 还不是因为你 每天给我吃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给我吃成这样的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嘴硬 走 我送你去医院 我 那个包大人不在 我们两个去医院 会引起围观呢 这么重的偶像包袱 我没事 我回去休息休息就好 不用管我 行吗 那我先送你回家 走吧 慢点儿 哎呦 哎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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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喂包大人 江南好像吃坏肚子了 我怀疑是肠胃炎 你赶紧过来一趟吧 啊 不是 我马上要开会啊 你们俩怎么不去医院呢 她说去医院怕被围观 你来了以后她才肯去 那这样吧 我尽快好吧 好 你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 包大人一会儿就来了 你家药放哪儿了呀 那个 我也不知道 你随便找找吧 你家药放哪儿了 你都不知道呀 算了我去给你买吧 我 我真是急糊涂了 我来的时候带药了 我去给你拿啊 嗯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怎么还不来 都六点半 没理由不来啊 来 吃药 不用了吧 我感觉我好多了 不用吃药 你都这么严重了 不吃药怎么好呀 好 水 喂 包大人 你什么时候到呀 我在路上有点儿堵 一会儿就到了 嗯 好 那个承承啊 我感觉我好多了 你要有事儿 你先去忙吧 不用管我 我怎么能这样 把你一个人丢在家里 这样吧 我去给你熬点粥 这样的话暖暖胃也许会好一点 啊 她一点都不怀疑她吗 我是不是太过分了 算了 那是展芝林 不能让她见 演奏会已经开始了 展芝林还是没等到许多成 她不知道自己是何时被她吸引的 也许是因为这个小姑娘身上 有她消失已久的生之渴望 对平凡日子永保敬畏 对生命之旅倍加珍惜 这一切给她暗淡无光的世界里 照进一缕曙光 她相信许多成最后一定会来赴约 因为她明白 林瑶音至于她的意义有多盛大 于是点开了林瑶音的歌单 在琴声的陪伴中 静静等待许多成的到来 汤小心 不好意思啊 刚才路上太堵了 怎么样了 包大人你来了 那个 包大人来了 你有事先走吧 对 正经的 橙子 你要有事你就先走 我有点带她去医院 要不我陪你们去医院吧 不用了 那个 有包大人一个人就行了 你先走吧 我可以的 那包大人有什么事情随时联系我啊 我就先走了 慢点啊 行不行啊 用不用去医院啊 有没有事儿 有情况 感觉好了 装病 什么装病啊 刚刚确实是病啊 那你这是玩哪出呢这是 跟你说可别欺负人家小姑娘啊 对了 我正好有件事跟你说呢 我约了一个特别棒的制片人 什么制片人啊 陈东你没听说过呀 他们公司可是出名过很多电视剧的 而且他们这次的电影 准备请郭导出山呢 你可不能老围着你那音乐的一亩三分地晃悠 咱得拓展拓展领域对不对 唱而忧则演 准备一下跨界 对不对 你像你刚才演多好 没必要 这次不一样 是不是收到微信了 别装看不见啊 时间地点我都发给你了 咱千万千万别吃豆行吗 行 知道了 还有 去吧 好好看看 重视 重视起来 你别闹 重视起来 我早来 干什么 你饿了吗 有点 咱叫外卖 英明 都散场了 许多城还没来 不会是我露看了吧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也挺欣赏林瑶英的呀 所以顺便过来看看 我还是没有赶上 今晚那演出一定很精彩吧 很精彩 跟往常一样 不过没关系的 再等等 她还会再来的 她还会再来 可是我没有多少时间了 你也别整天胡思乱想了 对不起啊 辜负了你的一番好意 我这听了一晚上的演奏会 肚子有点饿了 带你去吃点好吃的 当做补偿 不用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也会来听她的演奏会 难道你以为 我特意在等你吗 在我的世界里面 只有女人等我 没有我等女人 你不要多想 我只是单纯地羡慕 你能听她的演奏会而已 那不吃东西的话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谢谢你啊 我有事先走了 你怎么没有去医院呀 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完了 没收拾 你生病了还吃这些东西 惨了惨了 不是我吃的 这是刚刚鲍瑞买的 他吃的 你装病 我没装病 我刚刚不舒服 你也看见了 你别装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 你知不知道 今天对我有多重要 和展芝林出去约会 那么重要吗 你怎么知道的 你还偷看我手机 对 我看了 怎么了 他只是给了我一张 林瑶音演奏会的门票 今天之前你是我的男人 你不管做什么事情 我都可以不跟你计较 但是这件事情 你真的让我太失望了 等我 感谢您的理工 我听到自己的门票 不信用 你不知道 那变得 那变得 你不懂 我 这只能够 我决定发扬一下我的牺牲精神 当你的沙包 你拿我发现吧 就你 只要能让你顺心 我心甘情愿挨打 我 我 等等 再来 屋干了活儿挨骂 干了活儿还挨骂 你魔头 看我怎么收拾你心爱的弟弟 你 天天缠着我 你想干什么呀你 可 可欣 你之前答应我的话算数吗 我答应你什么了 你说只要我答应你 你就做我女朋友 我说过的话从来都算数 真的 天啊 可欣 你没事吧 小 真真小 就是 胖子 店员 徐都长哪儿去了 是 小杰 大阪 别闹 喂 你帮我问一下于可欣 许多诚跟她在一起吗 没有啊 我晚上一直和可欣在一块 没看到许多诚 别废话 快把电话给于可欣 来 江南 她要问你许多诚的事 你怎么会有江南的电话 我都跟你说我们认识的 我们以前是邻居 从小一起玩到大的 喂 跟我回去 跟我回去 放开我 我要回自己家 对不起 我承认我今天做得很过分 但是 我以为你去和展芝林约会了 是又怎么样 你是我什么人 你要干涉我交友的权利 我 你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你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 对 因为你是大明星嘛 我不过就是一个 被你忽来喝去的假女友罢了 不是的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今天的演奏会错过了 只要你想看 下次他来 我一定带你去看 你根本就不明白 错过了今天的演奏会 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一定会有机会的 没有那么严重 我答应你 我会弥补的 江南 你是不是觉得 什么都特别容易啊 可是你知道吗 对我来说 活着就已经够难了 欠你的钱我会尽快缓练你 从明天开始 你做回你的大明星 我做回我的许多成 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 好 你珍莱 请让我保留一份我们美好的回忆 别害羞 给你全部温柔 满满宇宙我会毫无保留 听前走 这一颗深处的霜 两颗星球中你不再漂流 许多长 可真没出息 就这么回来了 喝点水 早点休息吧 这么晚了 谁啊 可能是朱小胖 你小心点 江南 你对橙子做了什么 怎么把他气得离家出走了 我 那个是我的问题 都是我手机没电了 也没跟他说好 是吗 我告诉你 我可不管你是谁 不许欺负我家橙子 虽然你刚给了我一个专访 但那是两码事 好吧 可欣 这手怎么回事啊 你问他 我本来想陪他练跆拳道 让他洒洒气 放松放松 结果我一不小心用力过度 还给扭伤了 橙子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我上辈子是不是跟他们有仇啊 气死我了 好了 你们两个就别闹了 不知道的呀 还以为我家养了一只狮子 行了 看到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那我先回去了啊 哎 今天是周末 你们既然都来家里了 要不就住下吧 对啊 对啊 我也住下了 这样好照顾可欣 你俩住一屋 我和江南住一屋 刚好咱俩也好久没一起住 还记得小的时候我去你家睡 咱们一起躲在被窝里玩游戏机 你 睡沙发 我 橙子 你看我都上成这样了 医生让我在家里静养 看来我们是没办法一起去景城旅游了 没关系 以后呢 有的是机会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走 我带你上去休息 给你拿毛巾 你今天摔得可疼啊 是吗 慢点啊 你干吗呢 你说他们说什么呢 怎么笑得这么开心 行了 你说你个大老爷们的 扒墙脚偷听人说话 赶紧睡觉 这也太假了吧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给你学啊 可怕吗 你不懂 我和我们家可亲终于要在一起了 你呀 快清醒点吧 谁说你们两个在一起了 女人的话又反着听 我和可亲现在已经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下了 虽然是两个房间 但关系绝对上了一个大台阶 这么多年 我没发现你还有受虐的倾向 你是怎么搞定嫂子 你给我说说呗 我的魅力 你比得了吗 你不说算了 你不说算了 你说他们两个闺蜜在一块儿会聊点什么呀 我家可亲会不会聊一些关于我的事啊 她会和于可亲聊到我吗 怎么什么声音都没有啊 怎么什么声音都没有啊 死猪 走啊 走啊 走 一大早竹小胖就不见了 可亲他们走了 可亲在我屋里睡觉呢 惊喜 你可是不睡到大中午不起床的人 你居然一大早去买菜 怎么 为了我家可亲顺利康复 我肯定要买最新鲜的食材给她 鸡掌 鸭掌 猪蹄 鸭胸 鸡胸 是哪儿 补哪儿吗 补什么呀 我 我这么完美要补什么呀 你说我这么完美要补什么呀 我这手是因为谁变成这样的 还鸡胸 鸭胸 我的天哪 你们家伙食也太好了吧 橙子做饭好吃 座位闺蜜不知道 这道菜呢 是有人自告奋勇做的 其他的菜呀都是我做的 快开动吧 嫂子 你做饭也太好吃了吧 不会是烹饪是假 南哥找了你这样的媳妇 算他有恐怖 其实我们不是 来 多吃点 既然江南是你哥们 那就让你家山姐 别死盯着他们 我表姐的事 我也管不着啊 秦山是你表姐 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啊 她做真相的时候 我都在国外了 没来得及告诉你 你真没看见 我没有看见 你确有这边 是她真相的 你 Edwin 你不认为何人 他都在公司 我是个云儿 你不认为何人 你也不认为何人 我还인이不会 你让你去 ك se 是 一定要这么撒狗粮吗 别忘了对面做这两个单身狗 你要是想告别单身 我随时配合 赶紧吃 那么多菜还堵不住你的嘴 我都这么主动了 他怎么还不接受我 因为可亲现在的点 不在恋爱上 那在哪儿啊 你之前说的 独家大瓜 看来独家采访还不够 江南刚刚那宠明的小眼神 我七皮疙瘩都掉一地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看他又不是真的 真的假的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吧 我呀 那是为了演给朱林峰看的 你们这要是演的 都能拿影帝了 你就别拿朱林峰当幌子了 我多了解你啊 你看江南的眼神 也不对 有什么不对的 你就承认吧 你已经沦陷了 再这么住下去 你的后半生 就要跟他一起 携手共渡了 后半生 我有后半生和江南 一起度过吗 结婚第一时间告诉我 我给你当伴娘 你就别说我了 说说你跟朱林峰吧 你说他对你言听计从呢 要不你就说了 他不是我的菜 我的男朋友 一定是那种被仰望的男人 有了 南哥 你是我亲哥 你帮帮我吧 这个朱小胖 顶多算一个仰望我的男人 你和嫂子结婚的事 算大瓜吗 要不你们凤子成婚吧 这样 这个大瓜不就 属于我们家可亲了吗 等他解决完事业 就有心思放在我身上了 死胖了 那什么奇葩逻辑啊 你们别误会啊 误会个头 赶紧收拾东西走人 别在这儿 影响人家两口子 快去